前几周,离康关酸的C9将会在2021年发布之后 我立刻去买这台C6二代 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本期视频和之前视频真的有点不一样 并不是什么测评视频 主要是和大家聊聊天 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 在之后我也会制作更多类似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更多我个人的真实想法 从去年的11月份开始 我已经开始使用离康的C6二代还有C7二代 今年还提前体验1.10固件版本的C6二代 当时那几台机器都是离康中国借给我的 我几周之前也还回去了 在我还回去的第二天 我立刻去买这台C6二代 如今它是我拍摄照片的主力相机 在这里可以证明 当我和你们说某个镜头好又或者某一个相机好的时候 只要是我买得起并且是有需要的话 我肯定会买的 不是忽悠大家的 说到这里 大家记住给我点个赞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 当时当我拿到C6二代还有C7二代之后 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拍了不少的照片和视频 主要是拍摄一些商业活动还有一些婚礼 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拍摄照片为主 而我的C6一代在过去几个月都一直在吃灰 在我之前视频就说过了 C6二代和C7二代之间我肯定会购用C6二代的 因为高像素真的不是我的甘需 而且C7二代真的是非常非常贵 而我也特别穷 而且视频拍摄部分 特别是外录的N-Log部分 其实无论是C6二代还是C7二代 都是和一代差不多的 都是止步于4K30帧 所以二代的对焦提升和拍摄体验 是我购买它的主要原因 而我的C6一代还是会继续使用的 目前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我都会使用双击进行拍摄 还是比较方便的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其实当我在同时使用C6一代 还有C6二代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C6二代有更好的体验 特别是在拍摄的时候 可以隐藏屏幕的参数 还有对焦的提升 这也是我继续购买二代机型的主要理由了 如果你问我是否值得从一代升级去二代 我觉得如果是工作需要 非常值得 如果只是日常玩玩的话 或许你们可以等待一下 看看C6三代或者以后的一些机型 虽然我个人是离看多年的忠实粉丝 从单反到现在的五反 使用了两年多的离看C6系列五反相机之后 我在之前视频中也说过很多关于C6 还有C7一代和二代的各种优点了 不过有些小问题我都一直没有在视频里面说 但是我也是非常希望在以后的机型中可以得到改善的 第一就是机身旁边的接口保护盖 这是传新的样子 这是我用了两年多的样子 那油精自在C6的盖子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盖上了 那我真的希望这个部分可以做成硬的 那像一个门一样可以直接打开和关闭 那第二就是屏幕的这个翻转角度呢 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变化 那使用了索尼的A7S3之后 那我觉得翻转屏虽然是不错 但是离看屏幕的翻转角度呢 在某些时候呢也是不错的 那如果可以相互结合 那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 无论是拍别人还是拍自己 都会更加的方便 那第三呢就是对焦呢 如果可以更加的稳定那就更好了 那1.10固件版本更新之后呢 其实C6二代和C7二代在对焦方面呢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了 但是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可以更好的锁定对焦物体 不容易被路人或者画面中出油其来的东西 给带把这个对焦给带跑的话呢 那就会更好了 那第四呢就是机身可以自带A-Node的拍摄 那虽然呢有不少用户呢在我之前的视频留言 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视频的功能 但是呢由今只有离看的五反才没有相机内录Lock的功能 而外录A-Node部分呢也没有办法做到4K50和4K60 那这一点呢真的让很多视频用户给窜退了 那这也是让我购买索尼A7S3进行视频拍摄的主要原因 那其实呢我个人对于内录Lock需求来还好 那因为呢我使用了这个A7S3之后 虽然可以内录S-Lock3 但是当我进行这个三页拍摄的时候 我还是会外接Linja V作为屏幕 那为了就是可以更准确的曝光 还有就是在太阳底下可以看清楚屏幕 那所以呢我并不觉得必须搭配Linja V 才可以使用A-Node有什么不妥 那离看只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专业的器材去做专业的事情 但是外录没有4K50或者4K60的话呢 在2021年来说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 第五在视频拍摄模式时 手动曝光模式可以设置慢快门 还有增加快门优先模式 那这个部分呢其实说的人并不多 那我以前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呢一般来说当我们拍摄视频的时候 都是使用固定的快门还有光圈 那例如拍摄4K25帧的时候 那我们的快门速度就是50分之一秒 而离开了相机在拍摄4K25的时候呢 最慢的快门速度呢就仅可以设置为25分之一秒 无法低于这个快门速度 但是其实呢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需要拍摄一些特殊风格的视频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快门速度建下去的话 那离开相机呢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那还有一点就是当我们需要拍摄Vlog 当我们边走边拍 那有可能呢光线呢一直在变化 那如果呢我们不使用这个MD滤镜 并且呢Z5Z6Z7都没有翻转屏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画面的曝光情况 那如果可以使用S档这个快门优先模式呢 就可以把快门速度固定 让光纯自动根据环境的光线而改变 保持准确的曝光 那这一方面呢索尼相机呢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那它当使用索尼相机的时候呢 我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还可以使用这个A档 S档 M档 还有P档 而离康相机呢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只有这个M档可以爽折 那第六呢就是我希望离康在未来的机型中 可以增加更多的视频拍摄爽项 那相比起索尼还有家人的相机呢 离康的内陆视频拍摄模式就像一个扫瓜机一样 那除了帧率以外 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设置可以进行爽折 还有这个设置了 那不过呢不得不说 离康的下卡口镜头呢 在视频部分的确下了功夫 画质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而呼吸效应控制呢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机身部分的视频性能呢 真的有点一言难尽 那有点感觉呢 镜头部门每天在努力工作 而机身设计部门呢 好像每天在他们员工都在摸鱼的感觉 那希望呢2021年 离开的机身研发部门呢 可以发发力 让Z6的出现 能够给我们所有人带出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说到这里呢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要黑你看相机或者镜头 那其实呢正是因为我的喜欢 所以我才会长期使用不断的去购买 才会发现它的问题 那我也希望呢以后呢有所进步 同时呢我也觉得无论是哪一个牌子 它们都各有优点 也同时呢也各有缺点 当我们选择一个牌子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去要数它有多少的优点 而是要了解它的缺点 看看自己到底能否有没有这些缺点 才决定是否适合自己是否值得购买 那离开的Z9呢 关栓之后呢不少人都对它的参数呢感到好奇 那虽然呢目前官方都只是说了几个特点 那就是全新的全画幅堆叠式的这个传感器 和新的影像处理器 8K视频拍摄 还有就是比D6更强大的这个性能 那通过以下的简单介绍呢 我们可以知道呢 其实这个离开的这个Z9 就是应该对标索尼的A1 还有家人还没有发布的这个A1的这些机型 而且呢这也是针对专业摄影师而设计的机型 这也是展示离开真正实力的机型 那它或许呢并不是给普通老百姓 或者爱好者的设计的机型了 那当然了 那如果你有钱的话 就算是爱好者也可以买来玩玩 那不过呢 我个人觉得它的体积呢有点太大了 感觉一下子去回到去单反的年代 那五反的轻便的优势呢 好像一下子呢又消失了 那要知道 别家的这个可以拍摄8K视频的性能怪兽 A1啊还有R5啊 它们的体积呢都并不大 那我也希望呢 传闻中Z8可以有这个Z9的性能 但是呢体积上面呢和Z6和Z7差不多 等到Z9这个上市之后呢 我也会看看价格大小还有性能 再决定是否购入 那然后呢把这个Z6一代卖掉 那如果呢想看到之后更多机型视频的这些测评的话 请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最近呢也有新闻说 你一看呢要在今年内发布12支这个新镜头 那我个人呢目前最期待就是24105还有851.2s 那如果呢24105呢有不错的画质表现呢 我或许会把手上的这个2470F4呢给换掉 然后呢把这个851.8s呢也升级去这个1.2s的这个版本 那好了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我这些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出去 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